哪把狙击枪的综合性能最强呢? 狙击枪是玩家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型 今天来聊聊综合性能最强的三把狙击枪 单发狙全军覆没 第一无可争议 第三名QBU 别看QBU是一把5.56连狙 它的单发伤害竟然高达54点 而且射速很快 为1秒10发 所以秒伤为540点 已经非常高了 要知道M762秒伤已经很高了 也才523点 而且QBU子弹速速极快 为945米每秒 配件只需要三个 后座力也不高 还有支架能降低趴下之后的后座力 不管远近都非常厉害 综合技能很强 第二名M417 M417是一把带全自动的5.56连狙 它的单发伤害虽然只有47点 射速也只有每秒10发 但它的换弹时间极快 装的快阔仅为1.6秒 而且子弹出速更快 比QBU还快 并且后座力太低了 用全自动模式非常好压枪 远战非常精准 近战也很厉害 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好枪 第一名MK14 MK14就把枪排名第一毫无疑问 它的单发伤害极高 有60点 射速极快 比上面两把枪都快 所以秒伤极高 近战全自动秒人就跟玩一样 其他的每一项属性都不差 远战也是很好用 绝对是综合性能最强的狙击枪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